本土病例大爆发 而今天是双北市升三级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台股在今天收盘指数是收在15353点 大跌了473点 而台北股市的卖压沉重 盘中上下震荡了将近560点 最大的跌点是落在中午下挫一度超过600点 最后是回拉到15353点 失手半年限 台股周一开盘指数15554点 跳空下跌272点 收盘指数15353点 重挫473点 失手半年限 盘中最大跌点在中午12点28分 下跌668点 不过后来持续拉回 今天我们台湾股市是开低走高 到目前为止它是走一个开低走高的走势 开盘的时候一度重挫将近500点 那果实盘中一度反弹 收敛了跌幅也剩下大概100多点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我是认为说 今天台湾的股市表现 其实已经是比我们开盘之前的预期要好很多 虽然开盘表现不好 台股权王台积电在盘中一度 由黑翻红 但中场下跌8元 以549元作收 分析师认为国家队应该有进场互盘 财政部则强调国安基金随时备战 要稳住市场信心 不过疫情要是再升级 股市又将如何变化 如果是到第四级的话 那台湾股市呢 它的成交量应该会减少 就是观望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可是呢 可以非常肯定的 就是说 除了国家队之外 国安基金的进场互盘的可能性 也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股市呢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重大的变化 双北防疫升三级 开盘首日 面临恐慌性卖压 抽盘指数下跌473点 面对本土疫情 台股挑战不小 记者 零件事物相餐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